昨天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进行了第五次审查 接下来就将进入春晚节目连排了 赵本山小品作为历年春晚的保留节目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虽然赵本山并没有出现在之前的审查当中 但他上兔年春晚竟是板上钉钉的事 没事吧 我得送统织了 爸 来得及你忙啥呀 玩事了吗 你那么忙吗 你爸爸抓前面工作忙 对我爸是工程师 我送水的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 水利 三峡工程南水北吊啥的 是吗 没我啥事 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吊水 以跌跌道道的农村生活为创作背景的赵本山 其实早已拿到了春晚的棉词金牌 记者获悉 赵本山将在近日与春晚导演组见面商量小品细节 据记者了解 赵本山手里头目前至少握有星球会议和童书的你 两个城港等待挑选 不过这回赵本山是不是还将继续农村题材 目前还是一个迷 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游泳 大妈喜欢游泳 是 就游泳三天 我回来问他说你点不游了你 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也不好喝 自从赵本山的黄金搭档宋丹丹就上春晚之后 赵本山这几年陆续推出了自己的徒弟小沈瑶王小丽等人 而今年她的搭档或是谁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目前有消息传出赵本山今年搭档的基本取向是影视圈大外女星 网友们呼声最高的莫过于林志玲 严宁和董青 这其中林志玲算是大家最为期待 而林志玲与赵本山也颇有渊源 2009年11月 林志玲还特意拜访过赵本山 而赵本山还带着徒弟们一起邀请林志玲吃火锅 想想这炸本山的东北江搭上林志玲的娃娃音 说不定还别有一番滋味 语言类节目忙活着 歌舞类节目也在悄无声息的筹备 歌舞类节目最引人关注的 正是到底会有哪些大碗会加盟 这期中会不会有如今话语乐坛最受关注的音乐才子周杰伦呢 其实周董周杰伦已经三度上火车晚 2004年的龙泉 2008年的青花池 2009年英伦组合的《本草纲目》 每次都带给大家不同的惊喜 接着昨天获悉 周杰伦已经答应了春晚剧组的邀请 有望第四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之前有消息传出 周董可能要尝试变魔术 但现在魔术节目已经有了新人表演 今年要表演些什么呢 看来周董还得费点脑筋 想点心办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了 无论急前锋正常到 感谢观看